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周围的人 无不得心 我们的善友 我们的地心 不管它 对我们是什么态度 不管它 用什么样的意念 来对我们 我们总要用感恩心 所以佛教中才会经常说 虽然是逆境 也是在生修篮 这是真相应 逆真相应 这也就是 我的身体性 它教育我 教育我的人生 这样是不对的 不管我们对还是不对 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人是在把我们教育 要怎么来 教育我们的心 要怎么用来 分裂我们 真诚的脾气 怎样把他教育 教育我们 这也是我们的先帝性 无论说 哎呀我看到他 我就很想起 听到他在讲话 都一点就没道理 我对这个人 没教育 没欢喜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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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有这种 的 这样就会结到恶言 如果把他受愚言 说话 没合作 无论 所以我们就要感恩 这是我们的先帝性 这种无论 我们听起来 了解这不可以做 我们就要 提起 敬天的心 哪怕是一种的人 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也要把它当作是先帝性 好方真心在教育人的人 真心在印度人的人 这是真善意外 也是真善帝性 所以在这上升华中 无关你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要第一点 经历 哪就是 先欲水远转 没跟人结成欲远 我们看到人 我们就要感恩 不管是顺眼极眼 我们要感恩 因为这些人 东西 先有地形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感恩 重要的 不